好了,接下來我們為大家奉獻的是男子武士七公斤級WLF規則的比賽 我們首先為大家請出的是藍方選手來自泰國的佩堅凱斯朗翠 接下來是57公斤的賽事,藍方拳手來自泰國的斯朗翠 四郎臺18歲,身高160公分 戰績42勝11步 接下來為大家請出的是紅方選手 今年他的年齡是21歲,身高163公分 來自中國大東翔俱樂部的王俊光 大家好,我是王俊光 今年對於我來說是我成長的一年 記憶最深的是6月4號在8號演播廳的那場中日對抗賽 我第一回合PO的比手 然後那場比賽是我的實力得到了驗證 我是因為紅隊至少打了三個圖秒 應該沒有機會再繼續比賽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香港 我對這場比賽之前做了很多的準備 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現在感覺比較輕盈 未來我努力地成為我家人的驕傲 我會更加努力地刻苦訓練 挑戰世界同級別的所有高手 打敗所有人 我是王俊光 王俊光的戰績 九勝兩戶 比賽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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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三局三分鐘 到現在開始 展現掉 超高手 得到 出發 退敗 很好 能力高來 如果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扫 王俊光在利用自己对方左扫的同时进行打击 不过对方的这个基本功不错 手始终固在这个周围 王俊光的后手塞到了 对方踢王俊光的这个小腿却被自己杠回来 说明王俊光的这个硬度还不错 左手拼高 后手前手连击连续打击 王俊光最擅长的定点输出 并没有坚持下去 其实王俊光本人呢也是这种态势风格的选手 所以对于太拳手的对手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前手 王俊光的这个很擅长站在这个位置呢 如果对方不动的话用左手右手的摆拳进行输出 前刺 在目前看来的王俊光的主动性要比对方高 但对方是太拳手有可能会在第二回合的末段和第三回合进行反击 对方的前摆击中了王俊光 左扫 王俊光是一个很吃距离的一个选手 也就是说他很希望自己和对方的对攻在这个中距离或者中近距离 然后对攻输出 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四郎差这位选手就是蓝方选手 不太希望跟王俊光打近距离 一直用腿反的控制和后退和斜后退的这些滑步 来控制跟王俊光之间的距离 当然了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 所以我们的判分规矩呢也不会跟泰拳一样 中水清拳 所以对方很多泰拳手在面对这个自由搏击选手的时候 他们会漂亮连续打击 不过对方我们看他在后退中的这种扫踢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甚至脑中自动会忽略到这个自由搏击选手的拳法对自己的这个进攻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第一回合 王俊光的主动性表现都不错 对方我们看有一个很棒的杀手锏 在不停的后退中连续的输出自己的扫腿 而且扫腿的运动不大 对于王俊光来说也是一个威胁 特别是在这种伤害变得累积以后的中段的拳法会不会让王俊光的中段的扫踢对王俊光的拳法进行压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上次的裁判牛托王老师还是非常严谨的检查了双方这个身体是不是有过多的水分或者油都要被擦掉 那王俊光应该属于大东翔的第三代的选手了 这个在这一代选手里王俊光沉寂了一段时间 终于在57公斤这个级别的爆发了 漂亮一个换步的这个前后手的转换 在换步的同时对方以为起腿的同时 他塞了一个前手的刺拳 后手打火 后手摆拳 现在泰方选手是找不到王俊光的节奏了 泰拳呢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 我们看连续的左腿的扫贴 对方是很希望有这种中远距离 而王俊光是希望有中近距离 两方还是一个抢距离的 这个好的泰拳手可以把自己的腿法当这个拳用 我们看 泰拳手的进步呢很少有这种两腿叠加的这种交叉的方式 他们会选择一边然后又另一边进行输出 王俊光被对方控住以后呢用拳法想把对方打开 这个在此之前呢铁英华也做过相应的方式 王俊光的斜线切 没错左右侧的斜线切弱 连续的摆拳 后摆前摆连续的打击 很漂亮 我们看王俊光选择了在跟对方进行内围的时候 完全放弃跟对方角力 直接选择你碰你的我打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对方反而有点不适应 但要知道这个泰拳手的这个内围技术 也就是这个控脚镜控肩和控腰三个把位的技术 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在这个平衡的掌控上 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后摆拳 前刺后摆连续的打击 王俊光现在这个方法呢也就是大部分中方选手 总结出来的这个面对泰拳手的方式 用拳法的密度打开对方点对点的严守防御 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自由搏击规则下 的泰拳选手四方拆来说的并不占优 王俊光基本上三到四拳对方才能还一腿 那这样的话在即时考虑点数的情况下 也不占优 后摆拳 前刺 正当 这场比赛王俊光表现的很松弛 已经慢慢的退掉了智气啊 正当 这场比赛成了一场对攻战 我们也很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只是这样的这种进攻态势呢 下去可能对于这个打击数相对更多的王俊光来说呢 这场比赛王俊光的体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 这场比赛王俊光的体能是一个比赛王俊光的 币王俊光的体能是一个比赛王俊光的 本《西方光的体能》 还可以看出比赛王俊光的体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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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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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他稍微找到了他的节奏 然后第三局教练跟我说了以后 我又加快了节奏 不停地打不停地打击 然后特别特别舒服 打完 很开心吧拿到奖杯 特别开心 但是我有一些遗憾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加强我全法的训练 不停地在加强我全法的爆发力 今天没能把对手Q 这是我一个小